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家需要抵御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敌人 还要保证避难所内生儿与女等环节 当然还要不时地派出人员探索避难所外面的世界 本作的游戏性十分高 喜欢金银类游戏的玩家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款游戏哦 料理妈妈 推荐指数 刺新 游戏特点 休闲类系列正统 料理妈妈系列游戏是任天堂主机平台的王牌休闲类游戏 该系列作品一直活跃在任天堂旗下的多代家用机及掌机平台上 在游戏中玩家要扮演一位擅长制作各种料理的妈妈 利用常见的食材为我们创造出新颖可口的菜肴 每一款菜肴大约要经过五到十步的制作过程 最终将食材制作成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 由于该系列的游戏方法 十分符合智能手机的操作方式 所以本作相比于主机和掌机平台上的系列作品来说 游戏性要更胜一筹哦 不过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 虽然游戏的精华元素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不过因为本作是一款F2B的游戏 免费内容有点少得可怜啊 不过呢倒不妨碍玩家们的游戏体验 各位萌妹子和黑暗料理界的猩猩们 不要再度爱生命的小伙伴了 还是在游戏中体验下吃的乐趣吧 屠龙骑士 推荐指数 四星 游戏特点 像素风 休闲类 轻松有趣 屠龙骑士是一款像素风格ARPG休闲小游戏 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战士 盗贼和法师三种职业 每个职业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特殊技能 在游戏中 玩家要做的就是不断击杀 从屏幕上方或下方出现的小怪兽 通过收集金币 宝箱 以及掉落的物品升级你的装备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起来 之后就是挑战比小怪物们强大很多的Boss了 其实呢Boss也没有比小怪物们强大多少 只要掌握了Boss的攻击方式和弹道轨迹 也是很容易将Boss掀翻在地的 经典的像素风格搭配怀旧的音乐 让无数玩家回忆起小时候FC时期的游戏 还有屏幕下方酷似FC手柄的操作界面 更是能够唤起无数玩家们的回忆 如果你也是一个像素游戏的真粉 一定要体验一下《陀螺勇士》这款游戏哦 奋勇向前 推荐指数三星 游戏特点跑酷类配乐有趣 插画风格 奋勇向前是一款有趣的插画风跑酷小游戏 与同类跑酷游戏相似 游戏中玩家也需要控制主角 在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收集道具 躲避障碍和陷阱 争取跑出更远的距离 获得更高的分数 游戏中拥有滑行 二段跳和滚雪球等特色道具 玩家收集道之后 可以用来躲避陷阱 跨越障碍 游戏内容像它的名字一样 玩家要不断地try harder 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直到达到下一个更高的分数位置 总的来说 游戏中的障碍还是相当灭心的 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马失前提哦 不过呢 作为一款休闲灭心小游戏 如果不把玩家灭的死去过来 游戏也就失去了根本的乐趣了 奋勇向前这款休闲小游戏 推荐给喜欢跑酷类游戏的玩家们 好啦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推荐的这四款游戏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登陆我们口袋80的首页 搜索游戏名称 就是游戏专区 下载体验游戏哦 好啦 那我们本期节目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喜欢小夏的话呢 一定要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公众账号 手游戏格闹 我在这里等你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